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上一个礼拜 川普的一个支持者 因为给代替死去的母亲投票 支持川普 然后被检方指控了 过去大家都觉得 这个法律怎么没有用啊 现在有用了 抓到第一个 但比较滑稽啊 一般来说呢 过去呢 都是川普 还有川普的支持者说 舞弊投死人票 而且发现了有1000多票啊 2000票投死人票的 那怎么刚好指控的这个是川普的支持者呢 这个其实跟美国的司法体系有关 其实法律呢 不是万能的 社会方方面面不是 都要去依靠法律 法律呢 是最后的一道栅栏 是穷人和弱者最后的屏障 司法呢 到最后没办法的时候 来帮助弱者 对抗强者 美国呢 法官也 判案 基本上也是这样 一个穷人 一个富人 基本上偏向穷人 一个当官的 一个老百姓 基本上偏向老百姓 这个 是美国还没有建国之前 美国没有建国之前就是各个 各个殖民地 各个州 那时候那个都有各个州的法院 那个时候呢 判案呢 也就是这样 一直 这个几百年来 一直是按照这个原则来做 其实整个欧美国家的体系呢 都是这样 但美国呢 可能会更厉害一点 因为美国的贫富悬殊呢 比较厉害 那个地面呢 又比较大 所以说呢 对弱者呢 帮助呢 可能从司法方面呢 会更多一些 那川普跟拜登比 现在川普是 县总统 是强者 而拜登呢 是竞选人 是弱者 现在司法是帮助弱者 帮助拜登啊 这个是正常的 那群里有的人说 是不是这样 那就没有天理了 是不是啊 那天理是有的啊 不是没有 美国的司法呢 它是很漫长的 一个案子打下来 三十年 二十年 十年 八年 就下去了 那时候川普活着不活着都不好说啊 这时候可能 川普的支持者呢 继续打官赫 共和党继续打官赫 赢了 那但是 二十年以后 川普再当总统 还能不能当呢 这个就不好说了啊 当时那个情况下 老百姓肯定他要在二十年以后再当总统 可能也不会让他当 所以美国的司法呢 这个弊端呢 就是 呃 漫长 但也没有办法 因为司法的取证要听各方面的意见 各方呢 要去取证 呃 判断一个是非伦理 还要找一些有关的呃 过去呃 司法这些判决的案例 确实呢 是很漫长 而且证据呢 也需要去找 有的时候呢 当时找不到 有的时候呢 一些证据呢 呃 不够吻合啊 不够全面 或者是不够强大啊 不能够完全佐证啊 他就要继续补充证据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 司法呢 只能是呢 呃 慢慢的来解决 没有办法呢 呃 立即达到一个效果 像政府一样啊 马上把一个人抓起来 啊 马上 呃 签一个行政令啊 但是当时总统签的行政令呢 也经常为被司法所 呃 阻止啊 那因为对抗 专门是对抗强者的嘛 总统要是下个东西的话 可能说今天限制这个穆斯林入境啊 第二天 嗯 那法官就判了 就说不行 这个效率对对付总统 对付有钱人呢 那个效率特别高 特别是啊 这个总统啊 老大 啊 这是专门来对付他的 而不是呢 来帮助他的 呃 他从这个司法这里要寻出个公正呢 对总统来说呢 很不容易啊 谢谢大家